就是感激和活出耶稣怜悯的心 祂能够承载不同的人 在祂的心中 载着我们每一个 安装着每一个 挂着我们每一个 圣经都有说 将我们的闽刻在祂的掌上 在《以赛》书中说到 婦人因而忘记她的吃礼 因而不连书她所生的儿子 也不会忘记 由她说她将祂闽刻在祂的掌上 就是祂经常挂着我们 我们首先说说人的心 和神的心比较 人的心我们总是有罪 所以人心被万物都诡诈 里面很多低沉、愤怒、看小人 爱浅、恶毒的言语、骄傲 说咸话、懒惰、情欲 各样不同的污蔑 即使爱主的人 都会有这些罪、圣情的显露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耶稣的赦罪 但是我们更加明白人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说耶稣你真是很好 我希望大家用心来听这次的颠度 什么是用心呢 我告诉大家 我听完Melody的分享 我在这里写的时候 一想 神你真是很美丽 耶稣你的心里面真是装满了爱 装满了怜悯的爱 真是有多大呢 你想想一下 譬如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总是会有时看小他 人很多种不同的不好的想法 人心被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 识透呢 人会有很多问题的 譬如下面那里写 见利忘义 我也认识有些人说 跟某个人合资做生意 怎料做了生意 后来他居然会把钱拿走 即是就算是亲人 他也会把他的钱拿走 即是看到原来世人 有时会见利忘义 会利用人 诬告人 造谣 甚至有时基督徒也会 他会不会想到见到神呢 因为有些人只想得到眼前的帮助 有淫念、奸淫、憎恨人、挑衅人 跟人对立、害人、杀人、骄傲自大 人的心中总是有很多不同的污蔑 基督徒来说 通常没有去得那么尽 不过里面都是有一种对人的怨恨 负面的想法 有时觉得这个人真的没有希望 对他没有心 真的不会像耶稣那样装载这些人 也会自私 人会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忘恩负义 只是想念自己 人就觉得想念自己最得益处 但其实天国不是的 你越祝福人就越提升 譬如普通考试 我们以前学校 在名校我读中学的时候 那些同学很厉害的 我们的同学绝大部分都进入香港大学 当时来说 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真的读书很厉害 也相当有补习老师 其实他们读得很厉害 为什么要补习老师 那些补习老师是给一些特别的提示 他们怎么考入大学入学试是考得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的提示不会让人知道的 他们怎么读书是不会让人知道的 但是在天国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人的世界就是要比你更厉害的 不能够将秘密给你 但是在天国就不是 在天国你越将你的秘密给人 你越帮人 神就越赞你 神越欣赏你 这个心就是一个怜悯的心 就不是一个 我只是我要比别人更厉害 为我独尊 而是我们要祝福人的 而人很容易会注目于人的错 就是人会评价了人 其实很多时候人会认识一个人 在几秒钟我们已经判断对这个人的看法 譬如看到他外貌不扬 或者说话吞吞吐吐 已经会觉得这个人都不是我那种 就会对他有些批判 尤其相处得久 看到他经常都是说话 不合听 得罪人 不懂得关心人 我们有时就会注目在他的错 就是这个人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定罪 定了他的罪 有时我们不知道定了他的罪 而是我们看到那个人 已经有点不喜欢 大家想想 你有没有人看到很喜欢的 可能会有的 有些人看到很喜欢 但是有些人你看到 不是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是有些问题的 你跟他相处是觉得困难的 而那些人的确是真的有些困难的 我自己也会看到有些人是怎么样 他一打电话来 他会不断地说他的问题 不断地说他的问题 是我想回应一下也没有机会 因为他一路说一路说一路说下去 我有一时也会跟他说 你停一停等我回应一下好吗 有些人是这样的 是很容易令我们会对他有种反面的感觉 但在我里面我自己也提醒自己 接纳他 祝福他 总之跟他相处都是祝福他 不是令他觉得不被关心 不被接纳 人有时会看重人的错 就是你不够好 你很笨 你说话就不得了 你没用 你不及你的弟弟 你哪个人 你看不够他的厉害 你做错事 你得罪我 很多时候人不接受到人是怎样的 但其实世人都犯了罪 无疑人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罪人 不用那么惊讶 很多人我认识他都说 我认识有些基督徒 真的对我好不好 常常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所以我很不能接受 我很生气 我自己来说 我接受人的罪性 我接受人就有罪性 所以我听到 基督徒有问题 我不会很惊讶 甚至我听到牧师有问题 我都不会很惊讶 我听到我自己有问题 我都不会很惊讶 因为我都是罪人 我求主要帮我 真的去对付罪 但我自己曾经 以前真的曾经很多次 是容许罪在我心中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不要紧 犯了罪不要紧 迟些求主赦免吧 但我现在知道 求主赦免都会有罪的破坏性 譬如得罪了人之后 求主赦免 或者请个人原谅 都会破坏关系 所以我现在知道 就算你犯了罪悔改 一样有后果 所以我会对付罪 但当人有罪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惊讶 有时有些人告诉我 这个人很好的 很厉害的 这个牧师 他犯了什么罪 有时有些人很难接受 但我说人都是罪人 所以听到我不会很惊讶 其实我认识 有四个牧师 是因为犯奸淫而 有两个坐牢 有一个登报 真的是很可惜的 四个侍奉都立即截停了 这些是非常可惜的事 我听到我又不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有没有搞错 但我说人总是可以犯罪的 我们就接纳人 人也有时真的没有什么爱心 我在以前的教会 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 有新人记得关心他 但有时我看到他们几个聊天 有些新人站在那儿 我说我认识我的新人是怎样的 好像站在我那儿 那几个人在谈得很开心 我说拜托你过去欢迎一下人 我说过去欢迎 欢迎你 欢迎愿是走开的 欢迎愿就是这么多的 我说为什么不跟他聊天 可能他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都是学习的 有时我都跟他说 你关心他 他读书你就关心他读书 他在做什么你就关心他什么 你都可以问他一些基本的 不要八卦 不要问他的详细资料 不要问他你工作多少钱 这些是不应该问的 你多少岁 这些是不可以问的 但是我们可以关心他 例如说你是不是在读书 或者你没有回过教会 我欢迎你今天会来我这儿 很欢迎见到你 很开心见到你来 这都是一些关心 即是说其实基督徒有时 都没有什么这种爱心 很多人都说 哎呀有些人很烦 有些人告诉我 我不喜欢帮人 那些人很烦 他们没有什么耐性去听 那为什么我有耐性呢 按我本性是没有耐性去听的 因为有时人说的问题 但我就会说我想祝福他 我想聆听他 关心他 所以我就会听 有些人都说 你可以听这么久的 因为我就是想找到方法 怎么可以帮到他 帮到他 他生命就提升 我就更加开心 就是我们越祝福人就越开心 我多谢天父 有时我们就会看不起人 不接纳他 这个人不行的 他不及人的 不够人那么好的 怎样行的 或者有时不尊重某些人 就是这些人不及别人的 或者这个人 他不尊重他 这个女儿的女儿就怨恨 在他心里骂他 就是他心里骂他 他又骂他 口就骂他 这个女儿的心里骂他 好了 我们看了人是怎么样 我们又想一下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的心真的很好 很多人去过天堂 或者见过耶稣 好像Melody见过耶稣 耶稣有没有骂你 耶稣是不骂人的 耶稣是感动人 耶稣是很美善 所以有些人去到天堂 有一个人很出名的故事 叫Earn McCormick 他后来做了牧师的 他以前是一个playboy 是一个玩女人的人 而他有一个经历 他在微水的时候 世界最第二毒的 叫做Bark's Jellyfish 炸了他五次 然后他就死了 但他临死之前 他就在救伤车想到 他妈妈叫他 你有急难你记得求耶稣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求耶稣 他就在想 慕容了,祈禱祈禱甚麼呢? 祈禱不記得祈禱甚麼,為甚麼祈禱不記得? 然後,神就幫助他,將主土文其中一句 免我們的債,原來不免人的債 他就說,其實我沒有甚麼不饒恕人的 然後,神就讓他看到,他剛剛不肯載他的醫院 因為他被那個白窄炸了之後,不肯載他的醫院 他就很生氣,那個人的樣子就出現了 他說,是的,我原來沒有遺恕他 在這個過程中,他就求主赦臉 然後,耶穌就用整個主土文,幫他很個人性地祈禱 然後,他死了,死了就先下地獄 然後,看到光將他提到天堂 在天堂的時候,他見到耶穌 他見到耶穌的時候,看到一個波浪湧過來 在耶穌那裡有一個波浪湧過來 他就以為,因為他適合地獄上來 他就以為,耶穌的波浪要將他打回地獄 誰知道,當波浪來到的時候,他形容 他過了,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二十多歲 當他作見證的時候,可能是五十多歲 他說回的時候,他都哭 他說,沒有人能夠準備好見耶穌的 他說,當我在那時候,耶穌的愛湧過來的時候 他說,那種愛,他一說,眼淚就流出來 他說,那種愛是很大的 耶穌的接納是很大的 那些愛來到,他就說過 耶穌,我有很多罪 他說完,波浪又來過,有很多愛 然後他就說,我玩女人的 然後波浪又湧過來 然後他說,我吸毒的 那些波浪又湧過來 然後,耶穌就問 還有,他跟著看耶穌 他看著,耶穌看著眼 看著眼,一看他 看到另一邊是很漂亮的 耶穌就問他,你想要留在這裡 他說,我又沒有結婚,我世上沒有牽掛 他說,我留在這裡 接著耶穌就讓他看 他媽媽在這裡,為他祈禱 當他見到他媽媽的時候 他就想到了 如果我現在死了,我在天堂我就很好 不過我媽媽一定以為我下了地獄 因為我媽媽一輩子為我祈禱 就經常說,你記得有急難 你一定要求耶穌 因為他當時不肯相信耶穌 他見到他媽媽 他的心就很感動 他就跟耶穌說,我回去 然後他就醒了 那時候醫生還在找一支針刺 在他的腳看有沒有反應 然後他就動 那個醫生馬上跑出去 這是網上有電影可以看得到的 叫做A Glimpse of Eternity 如果你聽到英文 我可以將你放入英文的群組 A Glimpse 就是看一看 Of Eternity 是永恆 看一看永恆 這是他有的影片 我看到我很感動 耶穌的心 他的愛 我自己在1998年安卡羅惠 我按手的時候 我的愛湧入來 所以我知道天堂的愛是更加強的 我很喜歡耶穌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耶穌 我的經歷是令我很喜歡耶穌 而且我經常經歷耶穌 而且我經常看到人經歷耶穌 所以我很喜歡耶穌 所以我願意為耶穌做任何事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我們就想想耶穌的憐憫的心 耶穌一上十字架 他不是說我痛了 我很冤枉 冤枉 冤枉 他不是這麼說 他是說父親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孝德 他第一是關心別人 而那些人 我現在給大家看這幅圖 和上次的不同 大家看到好像手指 看到嗎 那些人的手指每個人指著他 你是神的義子 你自己跳下來 你救自己 然後救他們 這個就是當時的人控訴 但是耶穌為他們祈禱 為那些釘他的人 也為那些猶太人 要釘耶穌十字架 並且為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文士 他們是熟悉聖經 但是他們否認耶穌 他們否認這個受苦的仆人 他們不相信這個受苦仆人 真是為他而釘死的 這個經文說到耶穌基督的心 這個很特別的經文 我一起讀阿菲律比書二章五節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勞伯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色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他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失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於父神 這個經文叫我們以耶穌的心為心 就像Melody說 以耶穌的心 裝在我們裡面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他不將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其實他不強奪與神同等 他沒有觸實與神同等 他是與神同等的 但他沒有觸實這件事 反而謙虛自己 取了勞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有人的樣子 就卑微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即是他與神同等 但他沒有強奪這件事 結果為耶穌釘死 他這樣謙卑的時候 亦為我們釘死 神就升祂為至高 又賜給祂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 都因耶穌的名無不屈失 這裏也說給耶穌的神聖 因為天地賣物都不會向 除了神之外屈失 但他們會向天父和耶穌屈失 在啟示里也說到 榮耀尊貴歸給助寶助者和高揚 所以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是神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即是天上地下 所有一切都會向耶穌跪拜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父神 這個告訴我們 耶穌如何謙卑自己 祂與神同等 但是祂謙卑自己 為我們釘十字架 然後神就將祂提升到最高最高 這個我們也可以作為一個借鏡 我們就謙卑自己 耶穌祝福我們 我們謙卑跟神不同 神很多時候叫我去思想神的東西 聖經的東西 神的謙卑 耶穌謙卑是怎樣的呢 祂是至高 祂謙卑到靈 祂成為一個被釘十字架 被判死罪的一個犯人 祂都這麼謙卑 但是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本來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本來是靈的 我們什麼都是從神而來的 而神將它提升 我們提升之後 我們依然是罪人 但是我們就明白我本來是靈的 我本來就是罪人 我現在也是罪人 所以我們謙卑跟神不同 但是依然神是歡喜我們謙卑的 所以我們說 神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有需要 我很想像你這樣 我很想跟從你 那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嘗試裝在耶穌的心 在我們裡面 我們看到耶穌 他看到很多人 就憐憫他們 《八太九章》三十五節 那裡說到三十六節 他看到一些人 很多人困苦流離 好像楊武木人一般 他就憐憫他們 即是神就憐憫了 有些人就說 我受不了 我看到人受不了 又長氣又沉氣 又多麻煩 幫來幫都幫不了 人總是會 總有這樣的 不過我們幫他的時候 神是會歡喜 而且總有人改變 有人改變我們便會歡喜 我們看著我們中間 有些人整個生命改變 我們便會歡喜 因為神可以使用我們改變 將來他們去到天堂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們的生命可以榮耀神 所以我們中間有生命改變 我也鼓勵你放在網上 將你的見證放在網上 你可以祝福別人 神便祝福 神便喜悦你 神便祝福你 那你就憐憫人 好像耶穌一樣 耶穌就是一種憐憫的心 然後耶穌就說 你不要只想自己 你就為這些人討告 還有求神打發莊教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教 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莊教 這個就是神的心 我也希望訓練更多人 懂得和人傳福音 就是為人祈禱 有這個憐憫的心 因為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摸耶穌其實犯了律法 他們是不潔淨的 不可以接觸人的 但是他經過的人 全部都被他碰過 全部都變為不潔淨 在律法上來講 然後他最後摸到耶穌 耶穌就是誰摸我 他又不敢認 因為很害羞 他怕著 他想著秘密摸完 就縮沙了 為什麼耶穌說 誰摸我 我一聽到馬上很害怕 在門頭就說 每個人迫著你 為什麼你說誰摸你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原來聖靈的能力在我們身上 可以接觸 可以傳遞神的能力 我們通常按手 都可以傳遞 聖靈的能力在人身上 所以他感覺到了 這個女人就很害怕 承認 然後耶穌的說話 是充滿憐憫 真是裝載這個人的困難 他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我希望大家念了這個經文 為什麼對我有什麼幫助呢 當你覺得自己沒用 覺得自己很蠢 覺得自己犯很多罪 你就跟自己說 女兒啊 兒子啊 放心吧 你的信夠了你 就是說 無論你是多悲微 多受傷 多不開心 神也跟你說 兒子啊 女兒啊 你放心吧 即是神關心我的感覺 你放心不用怕 不用擔心 你放心吧 很多人說 神啊我不夠好 耶穌說放心 所以其實這句說話 你有什麼煩惱 你不敢找神 放心來到神面前 很多人都有這個習慣 犯罪之後不敢祈禱 為什麼呢 秋恥 秋恥不敢祈禱 耶穌說放心 你來我這裡 我會卸面你 你求我卸面 我就會卸面你的 你的信夠了你 不是你夠好 是你信心 信心就是什麼 我沒有 你幫我 我抓緊你 馬丁路德形容 信是什麼 就好像一個乞丐 沒有東西吃 然後有個有錢人走過 他就伸手拿去食物 信心就是這樣 就是領受 領受恩典就是信心 你的信就是拿神的恩典 神就救了你了 這個行淫時被捉的婦人 其實醜貴到不得了 耶穌是憐憫她的 他的心憐憫她 那些人就猛地跟她說 你快點 我們怎樣判這個女人 怎樣處理 耶穌就在地上畫字 可能就寫一些罪在地上 那些人都催逼她 然後她就說 誰沒有罪 誰先扔石頭 但是沒有人敢扔石頭 後來看到 每個人都不敢扔石頭 在後面縮沙走 走完一個 第二個跟著走 走完 耶穌就跟她說 婦人那些人去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沒有 耶穌就說 我都不定你的罪 但你從之後 不要再犯罪 我們看到耶穌的摺納 心裡 就算那個人犯了很大的罪 我說到那四個牧師 其中一個牧師找我 我說過那四個牧師 有犯過奸任 他跟我聊天 我很感謝他的信任 其實他對我曾經有很多幫助 我也是對他的接納 我不會說 為何會這樣 因為人都可以犯罪 我心裡就求主興起 我都關心他怎樣給主興起 他也是有悔改的心 求主興起他 讓他能夠再一次 給神大大的使用 我都希望大家 你見到一些人 犯了很大的罪 心裡不要判他的罪 而是 神啊我可以做些什麼 去幫助他呢 就是有耶穌這種憐憫的心 耶穌都憐憫我們 我們犯了大罪 耶穌憐憫我們 所以不要害怕去到神那裡 好了 在耶穌被賣的那夜 他去到赫西瑪利園的時候 那些人去 其實之前耶穌跟他說 當晚被捉 之前他就跟西門說 西門西門 實但想得著你們 好像西門像物子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今晚你會否認我的 我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見過你的弟兄 這裏是耶穌說的話 真的很有憐憫 雖然他後面有說的 第34節那裡說 耶穌說 第33節 比特就說 主啊我就是和你下牢 我也受死 我也不會甘心 但耶穌說 比特我告訴你 今天雞叫沒有雞叫以先 你已經三次不認我 所以耶穌說是說這 但耶穌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又堅固你的弟兄 所以看到耶穌那種 很廣闊的心 他明知道 比特要否認他 在別人來說 比特真的很有信心 但是呢 在那時候 比特也很害怕 因為他看到耶穌被人捉 又怕著被人捉 所以他當時很害怕 但耶穌依然說 我為你祈求 我們軟弱的時候 耶穌為我們祈求 但希望我們不要軟弱 多謝耶穌有這個廣闊的心 我們也有廣闊的心 去接立人 去裝載人 這個法利賽人和瑞利 去到聖殿祈禱 那個法利賽人 就說他自己多厲害 就不像這個瑞利 然後這個瑞利 就遠遠 連舉目望天都不敢 就丟空口 開一可憐我這個罪人 但耶穌就說 這個人回去倒臂那人 算為義 和凡自高必降為卑 自卑的必勝為高 就是耶穌是很接納悔改的人 就是悔改的人來到耶穌面前 耶穌是很歡喜的 所以我們日神 賜給我們悔改的心 這句說話很特別 羅馬書15章3節 我一起讀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如經上所記 欲罵你人的欲罵 都落在我身上 這個圖 這個男人罵那個女人 那個肉馬落在耶穌身上 所以有人攻擊你的時候 其實正在攻擊耶穌 我們就說 耶穌啊 祂罵我的時候 其實你承擔了 所以我不用受傷害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介意 因為沒有人能夠搶奪 你給我的恩典 所以有人傷害你的時候 下次有人罵你 家人罵你 你就說 其實耶穌已經受了 我不用再受了 即是那支箭 寫在耶穌上 那你不用說 哎呀 我被他刺傷 你不用這樣說 你說他已經刺了耶穌 耶穌受了 我不用刺傷 我不用放在心上 不要緊的 那些說話在空中停留 只有半秒而已 就已經消失了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介意的 他講的說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們的心就會不受傷害了 不要緊的 神會給我 但是耶穌知道人的心 但是他就不會將自己交託人 這件事比較特別 有人福音2章24節一起讀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 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即是說 他沒有將他的生命 和他的事奉交託給人 他沒有說 彼得你和我安排聚會 約翰你和我安排 請一些人過來 他不將自己交託給人 他不用人幫他 因為他知道萬人 他知道所有人 他不會將他的事奉交託給任何一個人 也不用誰見證人 因為他知道萬人心裡所存的 他知道我們是怎樣的 所以一個人的心裡真的喜歡神 神已經知道了 你不是很喜歡神 神也知道的 那你就死了怎麼辦 那你就悔改 耶穌也知道 你一悔改 你跟耶穌說 我愛耶穌不夠 求你幫我 耶穌就看到就歡喜 所以我們知道 無論你想什麼也好 不走到耶穌的眼目 我們就說 耶穌知道我們的心 但你依然這麼接立我們 這麼祝福我們 耶穌你的心真的好 還有我們沒有想到 耶穌神也會受傷害 他受傷害不像人一樣 很傷心很傷心 不是這樣 而是他會承擔我們的憂患 在以賽書裡說到 這裡也說到聖靈擔憂 《以弗所書》四章三十節 不如叫神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始受虐 你看印記等下得熟的日子 來到我們犯罪的時候 是令到聖靈擔憂 聖父聖之聖靈是一體的 是三位一體 對不起說錯了 三位一體 同樣是神 是三個person 三個偉格 神也會擔憂 耶穌也會為我們擔憂 下面的經文說到 他向耶路撒冷去說話 耶穌 《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耶路撒冷耶穌 即是他呼叫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你時時散害先知 又用石頭打死了奉妻 到你這裡來的人 我多次想招聚你 聚集你好像沒有雞聚集小雞 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即是告訴我們神有感情的 祂有關心我們 祂會受傷的 但祂不是受傷害那種 即是傷害了 而是祂會不開心 有人曾經說 跟耶穌下去地獄 即是耶穌帶下去地獄 讓祂看看地獄 他說他看到耶穌哭 即是為了那些人憂傷 耶穌也哭了在世上的時候 在拉撒路死了的時候 祂又哭了 在這裡也看到我們 耶穌是有感情的 祂會為我們擔憂 耶穌會知道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罪 祂有感覺 所以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在詩篇五十一篇 大衛所寫的 他犯罪 他犯了奸入殺人 之後他說什麼 神啊 我唯獨得罪了你 我犯罪唯獨得罪了你 就是我犯罪得罪你的 令你傷心 我們都求主幫我們知道 神是會受傷的 祂看到我們的生命 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發揮 我們個個都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但當我們的生命浪費了 神是傷心的 或者我們被罪捆綁的時候 神是傷心的 好了 我們怎樣活出耶穌的心 我們看到耶穌的心這麼美好 有憐憫人 怎樣活出耶穌的憐憫的心呢 這是《德性》五部曲 處理任何的罪 和負面思想都可以處理 留意到心上有破壞性 由聖經吩咐我什麼 聖經的觀念是什麼 由祈禱求主赦臉和給力量 由選擇在心中生氣一個人 他真的很壞 他真的說話傷害人不得了 我們心可能有這個想法 我們就說我留意到了 我就知道它的破壞性 我就是聖經說什麼 聖經說到饒恕人 沒有計較人的過錯 我祈禱求主加力 譬如我選擇 我選擇祝福祂 心可能不願意 我們就說服自己 我祝福祂了 真心祝福祂 神就歡喜了 但不要這樣 不要說我只是表面祝福祂 但心不改變 首先我們改變心 我祝福祂 憐憫祂 因為祂其實很淒涼 其實祂被罪捆綁 所以祂不開心 我就憐憫祂 我就關心祂 我就想祝福祂 神就歡喜了 我們做任何一件好事 心發出 神就歡喜了 譬如奉獻 譬如有一個人 都說要奉獻 奉獻袋傳來 是不是也要奉獻 那你的心態 神就知道你是勉強的 但你說 多謝神給我恩賜 給我恩典 我今生樂意奉獻 那你的奉獻 同樣的數目 但神的喜悅是加倍的 可能幫人都是一樣 哎呀 很煩啊他 哎呀很難搞的 哎呀不要幫他 這個人很煩的 這樣的時候神不喜悅 但如果我們說 這個人很淒涼的 他受傷很多的 我憐憫他 神很歡喜的 好吧 我今生樂意奉獻 可能你的心 也不是很有力 神去幫我 神又更加歡喜 你無力 他也求神幫你 神就歡喜了 神啊幫我 神就歡喜了 而我們一定要在耶穌裏面 因為力量從耶穌而出 我們償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償在他裏面 耶穌就償在我們裏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因為耶穌在哪裏 那裏就有靈命的改變 我們就有憐憫的心 有幫助人的心 有各樣的恩賜 各樣有喜樂 有平安 有力量 在裏面就會結出果子 所以這個力量一定來自神 我自己從早到晚都喜歡 讚美神的 還有我喜歡想神的美好 神啊你真的好 你經常憐憫人 還有我看到人改變 我很開心 最近有一個人 經常做功課給我看 我感謝主要 我希望我們多些人做功課 寫一些講章 或一些錄音給我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 我們就欣賞他的改變 這個是非常好的 你們哪個願意都是好的 我就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我看到神工作 這個人接受 我又很開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有耶穌裏面 好了 聖靈的果子 那個相反是什麼呢 那你就想想 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但人很多時候又怎樣呢 不是人愛 是沒有愛 是沒有愛心 是自私的 開心 但是低沉 你問一下自己 你有多少開心 有多少低沉 有和平 或是煩亂 是忍耐 有耐性 或是急躁 很猛症 怎樣可以改變呢 一定是身近神 你就改變了 有恩慈 即是經常善待人 或是殘暴 利用人 傷害人 有良善 或者邪惡 心想一些不好的 想到人怎樣壞 氣他 或者很想他得報復 有信實 或是失信 即是答應了又不做 溫柔 或是粗暴 溫柔不一定像 那些女性 很溫柔 那種才是溫柔 而是 你的心裏 柔和謙卑 憐憫人 這個就是溫柔 節制是會掌管自己的生命 就不會失控 不會被手機控制 不會被情緒控制 不會被人控制 就是會活出聖靈的果子出來 好了 看到人的問題 我們有批判性 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有憐憫的後果是怎樣 有批判性 自己沒有平安 又不能夠接立人 經常想著人的問題 心很激氣 心為不平 很想罰人 或是報復人 或是說話 會有意無意 就會生氣人 有些人告訴我 好像發生氣 為何會生氣呢 因為裡面裝了怒氣 所以就容易爆出來了 這樣的話 是得不到神的喜悅 而憐憫人是怎樣呢 是因為有神的愛 所以憐憫人 就想到人的痛苦和需要 接受他的問題 就不計較他有多差 就經常想想怎樣幫他 有耐性幫他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好像耶穌有憐憫的心 你憐憫就有福了 你憐憫人 神就歡喜 我們在這裡 我們感謝主 在這個聚會 我們經常給大家機會 互相討告 互相祝福 互相關心 互相輔導 是非常好的 這個給大家的機會 我也很開心見到你們樂意 因為我經常見到你們 有些人回來早上 又會見到人 又會走過去聊天 然後在祈禱的時間 也都關心別人 我覺得是非常美好的 神是喜悅 我也希望這個氣氛 加強 這個憐憫的心加強 應用到我們的生活 在什麼時候 都是時時去憐憫人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將這個憐憫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將耶穌的心交換給我們 讓耶穌憐憫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我給大家一個脈土的時間 你想一下耶穌 我心裡面有些什麼 急躁、煩惱、看不起人、生氣、接納不到人的 怎樣將它改變成為一個接納人的心呢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連率的人 連率人的人有福利 因為他們必蒙連率 當我們連率人的時候 我們必蒙連率 神喜愛連率 喜歡我們連率人 當我們有心連率人的時候 神很歡喜的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神你的心真的很廣闊 就算我們得罪你很多次 當我們真心悔改 神你都赦免我們 我們多謝你 我們任何時間遵從你 你就歡喜了 我們親近你就歡喜 我們悔改你就歡喜 我們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你就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賞賜我們 求主幫我們全心感謝神 神你真好 欣賞神 我們去想像一下耶穌的心 假想一下 如果我們是神 看到世上的人 又打仗 又罵人 又傷害人 教會又分裂 教會又有人得罪人 我們人看到的時候 我們的心會有很多猛疼 怒躁 但是神看到的時候 只是憐憫 只是想感動更多基督徒 去關心他們 求主幫助我們 有這個憐憫的心 憐憫很多的基督徒 他們很軟弱 他們心裏面有很多怨恨 或者受了傷害 得不到醫治 心裏面活得很辛苦 做人不開心 求主恩待憐憐他們 求主幫助我們散發出憐憫 讓我們的心 裝載這些人的痛苦 關心他們 憐憫他們 體恤他們 體恤他們受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體恤他們 我們接受他們 會得罪人 所以我們就不介意 我們就會去尋求方法 去祝福他們 去憐憫他們 多謝天父耶穌改變我們的心 當我們有這個心改變 你就很歡喜 你就很開心 這一陣子我想大家 開聲祈禱 你為一個你覺得很難接受的人 祈禱 你說那個人真的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那些行為、說話 很難受 這一陣子為祈禱 好 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你有這個憐憫的心 祈禱祢幫助我們憐憫 有時我們最接近的人 是我們的家人 是最容易得罪我們的 有時多次令我們不開心 他們的確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求主卸面我們 求主幫我們憐憫他們 看出他們 不要計較他們的錯 不要數算人的惡 多謝耶穌 你有這個廣闊的心 真是好 當我們見到耶穌 我們可以很放心 你一定會祝福我們 憐憫我們 我們有耶穌 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多謝你 有耶穌真好 有誰能像你呢 哈利路日 有誰能像耶穌呢 哈利路日 多謝耶穌求主幫助我們 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多謝主 感謝主 跟許者 全心感激你 要咁到working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